煤炭期货涨幅超过200%了 你还不知道煤炭行业的龙头企业吗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煤炭行业龙头Whitehaven Co Ltd 是一家澳大利亚从事煤炭生产公司 该公司通过两个部门运营 露天开采业务和地下业务 它在新南威尔市州西北部的钢尼达煤矿 经营着四个矿山 三个露天煤矿和一个地下煤矿 生产冶金煤和动力煤 出口到北亚和东南亚的发展中经济体 每年从其拥有的矿山 生产了超过2000万吨可销售的热煤和冶金用煤 截至2021年6月 Whitehaven Co的债务为7.298亿澳元 高于一年内的6.78亿澳元 然而由于其现金储备为9520万澳元 其净债务较少约为6.346亿澳元 工资8月公布全年亏损 受资产减值费用6.5亿澳元的压力 但今年剩余时间的需求前景好转 推动其股价走高 由于快速普及的疫苗生产 放松对Covid-19的限制 预计未来几个季度经济活动将有所改善 这将支撑强劲的价格 煤炭价格在2020年受到打击 因为Covid-19大流行 导致煤炭消费量出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降幅 但随着主要经济体摆脱大流行的阵痛 煤炭价格一直处于上升轨道 回顾过去一年 煤炭期货从低位的每吨40多美元 到前一阶段的高位涨幅超过200% 全球焦煤除中国外的主要生产国为澳大利亚和俄罗斯 而现阶段 由于中国山西的煤矿生产中心 在更严格的安全检查和环境限制下 实行的产量限制导致的供给不足 以及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的禁令造成的贸易流动扭曲 加上疫情 致使哥伦比亚主要煤矿 Zirangin的多次运营中断 在这一市场供应短缺的情况下 煤价开始新一轮风胀 同时也要考虑当前存在的一些消极因素 例如市场走势有回调的可能 和煤炭生产对于自然环境造成的气候变化威胁等 中场节看 全球煤炭市场将持续需求增速大于攻击 预计亚洲地区的需求增量大于欧美的需求收缩量 目标价上调至3.59澳元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-8658-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